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选择 23号灭灯的原因我猜一猜 还没从上一个里边出来是吧 没缓过劲呢 我一个暴灯的第二个是上面的 把这个恶气说出来 我先猛拍三掌 小卡 真的太帅了 谢谢 怎么皮肤那么好啊 真白啊 黄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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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我以后 真的 是两个人种 那叫面若胡粉 是吧 然后齿白 成红 对 我妈妈她皮肤也比较白 我妈妈其实也不黑了 我叫林鸿昌 我的工作是在家里的公司做一名早教老师 那这个工作会带给我很多温暖的感觉 因为我会跟很多温馨的家庭一起来接触 那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不过其实我从小就没有父亲 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离开了我和我妈妈 刚来到大陆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不能适应 因为这里的人一听说 我没有父亲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眼神来看我 这一点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但其实我从小是跟我妈妈 还有四个舅舅一起长大 从小我的舅舅就非常的照顾我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最好的老师 所以虽然我现在没有父亲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跟其他人 有什么不一样 相反我觉得我很开朗 我很享受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很幸运 在我的心里面 我有两个比较大的愿望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我的母亲 从小我的母亲就为我吃了很多的苦 但是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 相反我一直没有好好表达我对她的爱 我希望可以好好地陪陪她 第二个愿望我希望以后可以尽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一些偏远山区的儿童 也希望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可以找到一位女孩 她跟我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我刚刚看男嘉宾的Visa 我觉得我现在最怕别人问到的问题也是我的父亲 他就是做过很多对不起我 我也对不起我妈妈的事情 在我和我妈妈最需要她的时候 她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而且现在她对我的生活 还造成了一定不好的影响 我想问一下 我们有什么特别怕被别人问到的话 黄磊先做一个示范吧 我不太愿意人问我 最近多重点 黄磊老师 我不愿意人家问我说 黄磊老师你在生活当中 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吧 如果我答不是吧 我觉得挺让她失望 同时我自己也觉得有点 但是你要说是呢 又不能欺骗别人 就很为难 你的愿望有两个愿望 我想就着这个话题 刚刚2015年才开始 有谁有新年愿望 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张玲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马上找一个对象 然后开始一段美好的爱情 来这儿的愿望都是找对象 来那时候我找个女朋友 那女孩说我才找个男朋友 3号 你的新年愿望是 我一定要说我的新年愿望 而且我觉得我一定能够实现 肉夹馍 不是 太盗成果 我想给我妈妈赶紧治疗耳朵 因为我妈妈因为一场后遇症 一只耳朵失明了 我一定要给她治好 我觉得我能够治好 她说的是什么 一只耳朵失明了 一只耳朵失明了 因为 你就说失明 气死她 她说的 你敢 可怜的黄磊老师说散遍了 是我 我较劲 你管我 你怎么这么死心啊 希望你妈妈 希望你妈妈健康 早儿 早儿看火 早儿看火 来 我们看下一条片子 再见 站在这里的这个女孩 是林洪昌的女朋友 林洪昌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最刻骨铭心的这一段感情 会以这种方式画上句号 那时候林洪昌大肆 女孩是她的学妹 她主动找她 两个人就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刚在一起的时光 很甜蜜 很幸福 觉得这个世界都因为彼此而发光 但是在一起一段时间后 林洪昌发现 她的精神不太稳定 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 她会半夜两三点醒来 突然消失 然后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一动不动 林洪昌读书准备考试 没时间陪她 她就把她的书都烧光 她甚至去找她的女性朋友 跟他们打架 来 吃过来吧 更可怕的是 女孩还会在吵架时 做出一些极端 而且可怕的行为 让林洪昌又震惊又痛心 她讲道理没有用 她只能陪她一起 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 但是依然没有用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女孩最后竟然劈腿 林洪昌 我 其实我一直知道 你在MSN上面跟人家聊天 昨晚一整夜 你一直没有回家 也没有出电话 就跟那个男的在一起吧 林洪昌 对不起 我们今天就带过来 到家里看 林洪昌 准平也想不到 所以刻骨铭心的这一段感情 会以这种方式 画上句号 好 再见 老实说啊 我不是看得太明亮 听到最后那个再见的时候 我一下子汉堡都熟起来了 好可怕的样子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 你 不要再吓我了好吗 再见 你再看看这小伙子有多白 喝温湘 我跟你有同样的经历 因为我的第一任男朋友 也是一个很偏执的人 他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事情 是凌晨两点半跪在我们家门口 求我原谅他 面对这种偏执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一然而然地 跟他分手 OK 15号 我前男友 我想跟他分手 然后他就威胁我他要自杀 他威胁了我三次 还是没有自杀 到时候 还没死成 还没死成 我下次再说你说 你真死我吧你 他真死我 人哪 谁都免不了有缺点 有些缺点是可以包容的 但是有一些特质 一旦出现 坚决地不能再下去 比如说我可以举个例子 家庭暴力 打老婆打孩子 摔电视机 摔枕头 这个我觉得可以 我那时候跟我媳妇说 咱俩吵架 如果要摔就先选一选 选一个最软和的摔 你们两个人列一个清单 建议摔的 对 不建议摔的 近期需要摔的 然后急了就会看一眼 看一眼这个东西 两条片子已经完了 来 接下来的环节是 打开转门 那你就不是男嘉宾的吧 我是他的老板 他在我们的学校其中 是当老师 那我今天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你们可以猜得出来是哪里吗 你看我的皮鞋 看我的帽子呢 美国中西部地区 俄州扒鸡 那是 武汉 我们俩都有这个帽子 谢谢 给女孩们介绍一下 她的优点和缺点 这个很难说 因为她的优点有那么多啊 好 她一到我们学校 大家的眼睛位置一亮 那些女生呢 还有家长开始流口水 那个小朋友爱上她了 那爸爸妈妈都爱上她了 那还有她的同事都爱上她了 可是她这个人呢 没有什么花心呢 我不花心 你相信吗 你会不会很花心呢 我不敢 不爱 不爱 当然不爱 真的吗 不是 不是 老外怎么中文这么好 我们的老师在这边 有那么多的天使 她是台湾人的 每个天使又举手了 等一下 我想问清楚 您确定是从美国过来的 不是从台湾来的 你在台湾的时候 没有当过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吗 说还没有 可是我们今天没有讲到我们 讲到我们这个学霸 他应该的 对 我们都会说他是我们的雪草 哦 雪草 雪草 对不起 我的海音不太表情 很好 雪草 英文的意思就是school weed school weed 因为一个学校的最漂亮的老师 这是雪花 那他当然不是雪花 你是雪草的 好 那我去看一个天使 在后面你要举手了 我觉得这个 这 这 他要取代你的意思 对 他要来考虑一下的话 成功率还可以的 是吧 好 现在介绍完了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给15号 我一直坚持问一个问题 你到底需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 希望可以稍微独立一点的 那你喜欢我吗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 我可能要认识一下我才知道 你一眼就很喜欢吗 对 那那也是什么喜欢 第一眼的话是 我觉得你很可爱 但是我可能喜欢一个人 我需要了解他的个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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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一键上 我们先谢谢远道来的客人 你的朋友下面 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了 来 谢谢你 Oh my Lady Gaga 我想问一个冒昧的问题 您不是单身吧 好好好 你不是单身吧 哦 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我不是单身了 不知道 斗争了一下而已 不要哭 不要哭 假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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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哭啊 我是你的老板 好好好 谢谢 好 好 好 太适合当女人了 我在想我们台还有新节目 缺人不缺人 24号 我上场的时候说 希望有一个男孩 能把我从女汉子变成娇滴滴的小公主 但是你想找一个独立的 我可以很独立 然后我也可以给你彼此的私人空间 反正手心一直在出汗 看你了 谢谢 谢谢 恭喜你 这种能生的唱剧列掉 不感参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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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意识到我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21号上场 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他就已经要被人带走了 你真的 那如果我们的来了 请你原谅我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我们先补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大家好 我叫顾欣伟 来自新疆鲁木齐 目前与朋友一起合开了一家咖啡厅 我认为爱情就像一杯咖啡 希望我通过这个平台 可以找到属于我的那杯咖啡 好 欢迎你 有请14号 21号 我们现在来看 林同昌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我又猜嘴了 刚才 我发现黄磊确实有这个天分 以后我们会进一步 挖掘你这份本钱的 对对对 要先他这份能力 也许我能秀得最强大道 你会的 我在那等你 十项资料你选一项 我想选十 自我性格描述 好 24号说 生日面前冷静沉着烧雨 熟人面前热情活泼好动 14号 在朋友眼里是个善良体贴 大仿石大体的女孩 但有时会刀子嘴逗不心 21号说 纯纯的女汉子很耿直 有什么说什么 比较神经大条 最后一个问题 我来这地方还不久 九个多月 那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 站稳脚跟 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就是度过这段时光 来 来 我可以接受看着你的事业 然后你的人生慢慢成长 我喜欢这样 我愿意 谢谢 我其实也是一个纯纯的女汉子 因为就是童装水我可以自己扛 然后家里的灯泡也是我自己换的 然后我会做饭 媳妇 就所有的家务我都会做 然后陪着你一点一滴的奋斗吧 谢谢 我觉得我当然也可以 因为我一直在等 我觉得这个爆灯的人应该是我 我们俩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付给24号爆灯的女生一点时间 我觉得我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如果我们两个人可以发展到 男女朋友的关系 我可以在年底之前 把我在胡和浩特一切的事物 都处理完 然后年后去到你的城市 谢谢 做最后的决定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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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就提供的定时光晚餐 超标准的 男嘉宾一上台 我就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缘分已经到了 很开心在2015年 实现了自己的新年愿望 当我第一眼看到女嘉宾的时候 就觉得她很漂亮 然后非常有气质 当我们三个人 站在舞台上面的时候 你有过动摇吗 会有一点不好意思 对于其他两位女生 因为我的个性 比较害羞 比较腼 那你觉得这样还OK呢 当然OK啊 我觉得我是画很多的女孩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刚刚好互补 让我们跟竹牛一起去 马尔代夫吧 祝福他们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